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台湾 今年最大的月全时间于本周三登场 届时月亮会呈现暗红色,并会出现全年最大的满月 双重天文现象形成超级血月 有伊丽丝指出,今年超级血月对中国及台湾影险大 受气候和疫情的影险会导致更多人的伤亡 香港东王引述伊丽丝周汉明的话说 每当出现血月,以角度对症血月的国家影险最大 当中与血有关的病情会加剧 同时国家亦有机会发生灾难型事件 据他说,这次的超级血月对亚洲地区影险比较大 中国大陆及台湾则明显受到影险 因为超级血月出现会令辛勤、气候及疫情等变得反复 而且越接近血泉时的日子造成的影险更大 因此近期大陆多神受自然灾害侵袭 以及台湾疫情的势略 确实,最近台湾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共的干扰了 台湾的疫情情况基本上是信息公开的 这与中共的隐瞒疫情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总有一些人去上播假消息 混淆视听,扰乱人心 其实中共国的小粉红很可怜 被崇尚假恶毒的中共党文化严重地扭曲了人性 早前,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 小粉红在下面留言 趁现在台湾疫情严重的时候 赶紧武统台湾 这个话就是这种讨论 是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板 据中烟社报道称 近日多起假讯息在社会上流窜 令民众真假难辨 包括医院太平间 已经收不了这么多的患者 只能把患者的遗体抛到河里 假冒自由时报的名义 发布双北疫苗变鬼城 两万人离其失踪 以大量万华肺炎遗体集中焚烧 不过这些人真的是无脑 在上部假消息的时候 使用的是简体字 可是台湾使用的是正体字 只有中共统治区才使用这种简体字 台湾人称为常体字 这些人连这点最起码的区别都没有注意 所以不仅骗不了人 反倒招人耻笑 当然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这个区别 使用的是正体字 但也被台湾中原指挥中心指出 这是境外人士企图干扰台湾的防疫工作 呼吁民众不要转发 另外据自由时报的消息说 近日大陆国台办新党促同党 呼吁政府开放中国疫苗进口 促同党总裁白兰张安乐 甚至发表影片说 世界只有中国愿意免费提供 北京国药疫苗给台湾人民 我们要每天如影随形 跟着陈时中得不到疫苗 我们事不罢休 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 中国疫苗至今没有任何完整的检疫报告 一旦到了台湾 请问谁敢打 王定宇说台湾是自由的国度 若真的喜欢中国疫苗 可以自己搭飞机去中国施打 台湾都不会拦着 其实对于台湾虚假信息的情况 我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有所提及 哪个国家巴不得台湾混乱 当然是中共 我说过中共对台湾就像是一只狗 看着长满刺的刺猬 显刺又不敢动 中共对台湾没办法 就不停的制造紧张 恨不得台湾越乱越好 然后呢 它才容易对台湾的政党进行分化瓦解 中共的目的就是要搞乱台湾社会 现在在某些方面是起到了作用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在我的眼里没有党派之分 只有希望台湾不要上中共的蛋 保住台湾才最重要 不要继续被中共渗透 希望台湾民众都能够看到这一点 远离中共 如果在党派的利益 台湾很快很有可能就会被中共分化渗透 有可能就会被中共统治 我说啊那些在台湾的中共同路人 你们要小心了 现在大家叫新冠肺炎为中共病毒 病毒是长眼睛的 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中共最拿手的就是泄沫杀驴 在这个血液的时间点里 那些中共的同路人可能要走好了 走不好真的病毒就找上你了 那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